11月14日 市役赛40强塞亚洲区G组展开争夺大战 越南队在美亭国家体育场主场迎战阿联球队 上半场前10分钟 阿联球队占据右势 向对手施压 但是越南队主要采取防守反击 从第12分钟起 越南队逐渐站稳跟脚 双方先入蜡锯战 第39分钟 阿联球一名球员对越南球员软禁灵犯规 被空牌爬下场 第44分钟 软禁灵在阿联球禁区前沿 右脚禁射破门 打破了僵局 上半场结束 越南队赞与1比0领先 下半场 阿联球队在进攻方面落战上风 越南队搜索防线 沉稳应队 阿联球队进攻伐术 没有创造有威胁的机会 最终越南队以1比0战胜阿联球队 比赛结束后 诸多阁内人涌上街头来 庆祝越南队的胜利 对越南球迷来说 球场上的球员并尽全力 他们就很满意 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中 取得胜利 让每个越南人都感到非常自豪 并继续希望即将到来的比赛 会取得更好的成绩